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現在這裡有三根柱子 要跨一個看板在上面 那個看板是圓形的看板 那圓形看板的話 你只有這三根的話 不太老固 那我現在想要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弄一根柱子 讓它更老固 那這個柱子的長度應該多少 這是二 這是二 這是一 這也是一 好,那現在怎麼做 這個三點可以決定一個圓 那這個圓的話 因為它這兩個高度都一樣 都是一嘛 所以它的圓形一定什麼呢 一定是在這兩點的中垂線上 所以這個圓形 在這裡的話 它這個 坐標一定的話 假設這個 我令這A一點是零零 那現在這個的話 2加上 中 中線的話 坐標 這坐標是 這個是0.5 就2加0.5 所以是 2加0.5 那這一點的座標 這一點的座標呢 是0.2 這一點的座標呢 是 0.2 2.1 2.1 2.1嘛 好,那這個 都是R嘛 這距離都是R 所以的話我就想得說 這個距離的平方多少呢 2分之5 2分之5 減掉0 我叫2分之5嘛 的平方 加多少呢 這減掉這個 y-2的平方 那會等多少呢 會等的呢 這個減這個的話 是2分之1 2分之1的平方 加多少呢 這個減這個是 y-1的平方 好,那我現在呢 把這個移過來 我們就2分之5 平方 減掉2分之1的平方 等於多少呢 就這個減這個嘛 y-1的平方 減掉y-2的平方 那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這個減這個是 2分之4 2乘以多少 這個加這個是2分之6 3 等於多少呢 這個減這個 就是1 我的y就消掉了 乘以 這個加這個 2y-3 2y-3 所以這個y就等於多少 6加3是9 除以2 2分之9 也就是說 這個 這個 O點 圓形的座標 是2分之5 跟2分之9 好,那現在的話呢 D2這一點的座標 這個多少呢 2、3、6 3加3是6 那y座標我們就y-plank好了 好,那現在呢 他到什麼呢 他到低點的座標 假設比較低一點好了 低一點的座標的話 這個距離也是R 距離也是R 那時候我就小假說 這個是6的 6,6減掉 2分之5的平方 這又有什麼呢 y-plank 減掉2分之9的平方 這個距離多少 會等於 這個 就是這個 把他帶進去 這個是R平方 R平方 我帶這個好了 這個的話呢 帶這個 2分之1的平方 加多少 現在這個y的話 就是圓形 2分之9 減1的平方 然後呢 這個點多少 這是2分之12 減5 就是12分之7 這個剛好也是12分之7 這個 這2分之7 講錯了 這剛好也是2分之7 平方 那這兩個可以消掉 所以我就想著說 y-plank 減掉2分之9 平方 這點多少 我兩邊開根號 這會是正 負 2分之1 那這個 到底要取負還取正 要取負啦 就是說 取比較低的那一點 還有另外一點的話呢 就在上面 也就是說 y-plank的話 有兩點嘛 就是2分之9 正負呢 2分之1 也就是說 如果加起來的話 是2分之10 是5 如果用減的話 是2分之9 減2分之1 就2分之8 是4 就一個呢 是4 一個是4 另外一個的話呢 這個是5 就這個是5 當然的話呢 你當然要選底下這個嘛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要把這個圓 把他給架起來 是這樣子 那你選這個的話 他沒有辦法過去啦 變成是一種阻礙的 所以要選比較低的那個 所以答案是4 這y-plank 高度 這要等於4 所以答案是4 5分之1 5分之1